其實往往這隻股份可以說是逆市的奇葩 今天見到股價升到90元樓上不僅僅 去到曾經91.6元的水平 累積的升幅如果由7月19日這個低位 見過81.1元 見到累積的升幅已經超過一成 見到近期的表現 今早就算有小跌 它慢慢逆市升回 這個似乎挺硬朗的 保持著強勢 大家都是看著8月4日的成績表究竟是怎樣 其實都預期它的業績會做得好 盈利增長會強勁 為什麼呢 最主要是受惠於分拆港口業務 所以錄得特殊收益 可能順利增長去到7倍 有些券商會估計 最高券商的目標價是130元 比今日收市來說 差不多有四成的升幅 所以中線來說 投資價值仍然被看高一線 短期來說 似乎黃黃的防守性稍為大一些 可能投資者亦都近期開始留意 它的渦輪亦都開始有人坐貨 不過留意有個別的黃黃叩輪 大概在9月尾到期 雖然價內可能是88元恆制價 不過街貨就過百球 有機會受到市場症水影響會較為大一些 如果現時來說 即是開黃黃叩輪 可能留意大約10月或11月到期左右 稍為價外少許 差不多95元左右行使價 槓桿可能去到12至13倍 投資效益相對是挺理想的 不過適合哪些投資者 就是一些作短炒和進取的投資者 稍為適合一些 否則都應該選價內或中年期 另外就是內銀股 一向股民都很關心 最近都跌過一向 好像現行公行都跌不到百分之一 唯獨市農行 即是一支獨秀升近百分之一 想看回內銀股 怎麼看呢 市場一直都很關心 究竟前景好不好 以及之前都跌過一段時間 累積一定跌幅 其實又要選卵 怎樣選這條款呢 內銀股始終都是很多人的外股 另外他們如果說三隻大的內銀股 公中見 佔恒指比重也不小 所以也會影響著整個大市的氣氛 是怎樣走的 年頭到現在來說 內銀股其實都頗落後下 要看數字 恒指在年頭到現在跌了3.2% 中行累積跌幅12.4% 另外建行跌了10.6% 公行可以升到1.7% 稍為跑贏了一點 看到中行和建行的股價 都可以說中線是大落後的 中行股值可以說是超低的 而且沒有限售股解禁 即股東減持的困擾因素 暫時來說 可能它的估額 短線來說會沒有那麼大 都可能稍為看得好一點 另外建行大家都會很害怕 就是下個月尾 看到美銀會有大概255億 限售股解禁 究竟會不會呢 我們會想一下 究竟現時來說 建行的股價去到這些水平 究竟美銀是否真的會減持呢 其實這個有一個問號在 暫時又可能不是真的 需要看得那麼灰 因為中線來說 都一定是一個吸納的價值 可能分段留意 但始終大市現時來說 還有不明朗因素 可能美債談判又未完成 所以就應該看回耐人的話 真的想入市的話 都應該調低少少少入市位 稍為會穩陣一些 會不會說有幾隻來講 會不會好像農行那樣 好像突然間有一支毒瘦味 因為它之前又跌得很多 即比其他那些更加 農行就要留意回 農行就要留意回 可能每一次炒過週期 會是比較短一些 可能一天兩天這樣 比其他內銀股 每一次炒的周期就稍為短一些 投資者就一定要貼市 去留意股價的走勢 即是懂得止虧或止賺 即是波動一點 好 謝謝Ebby 今天這麼詳盡的分析 今天我們請你懂些什麼 這個看起來 是否好像漢堡包 其實是三文治 叫做雞扭煙肉三文治 我們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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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